大哥 大哥 你好... 你要出海捕魚嗎 沒有 要啊 大哥 我想請問一下 你在捕魚的時候或在海上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 叫海底拳王 一種生物 那邊 你有聽過 真的假的 真的要找出海捕魚的漁夫啦 那你現在要出去嗎 你可以帶我去看看嗎 OK OK... 走啦 大家小心啦 傳老大說 海底拳王就在這片海域之中 生性兇猛 海鮮魚貨 都被破壞的消息十有所聞 漁夫在捕魚的同時 也常常受到攻擊 大火爛這次出任務 可要提高警覺 小心謹慎啊 我剛剛在這個船上搜刮東西 我發現好料的有沒有 好大的貝殼 這一定超好吃的 可是很奇怪耶 它這邊會有破釣的 翔哥啊 為什麼這個貝殼破釣了啊 你幫你貝貝囉 你貝 這不是開玩笑的耶 這個貝殼是 有夠硬的 有夠硬的硬 然後它這邊是整個這樣 就像是被貢子一樣這樣放 一這樣下去有沒有 中間一個點 然後整個這樣碎裂 你在碎成這樣 他幹嘛打他 喔... 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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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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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嚇一 clue...那....那...那...那種 ungs啊 好 大家小心一點 看這大貝殼堅硬到不行 怎麼丟都丟不破 卻被這海底拳王的重拳擊破 只為了虛裏面的肉來吃 天啊 這海底拳王到底是什麼怪生物啊 剛剛小哥跟我說啊 海底拳王就是會 侵襲在這些岩壁這附近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地方下網 所以現在就要下網 抓這海底拳王囉 這個網子就抓得了海底拳王嗎 這個網子看起來弱弱的耶 你看 細到爆炸 這是一般我們抓那種 草蝦用或是抓魚用的那種網子耶 這可以嗎 這個 辦得到嗎 這個 這網子有多長啊 一百米啊 一百米 喔 算長耶 一百米 那我們要放多久啊 好吧 先放網吧 看這弱不驚風的魚網 竟然可以打撈到海底拳王 是不是真的啊 這個海底拳王揮舉的臂力 可達到體重了兩千五百多倍 以人來換算 可以一拳輕鬆打爛一台砂石車耶 大哥 這個魚網真的沒有問題嗎 哦 狗瓜 這是 這是海底拳王不是啊 是花蟹啊 抓到花蟹耶 好酷喔 這個地方會有花蟹耶 而且這個花蟹很大隻耶 這個花蟹 有洞 有沒有看到 這個怎麼會有洞 有洞 有洞 真的假的 海底拳王打一個洞 這麼大洞 你看 跟那個 這個貝殼的感覺是一樣的有沒有 一個重擊 一個重擊 變成這樣 脆掉耶 這個花蟹的殼 也不軟耶 是硬的耶 它就這樣直接這樣敲下去 這樣把它敲一個洞 怎麼辦 跳的啊 這個花蟹很大隻耶 花蟹 就在海底裡面的戰鬥力來講 是非常高的耶 居然會打輸這個海底拳王 真的假的啊 哇 有嗎 海底拳王有在裡面嗎 沒有 沒有抓到 只抓到打輸的花蟹 那我們先把花蟹拿下來好了 所以還要再放網一次就對了 好 雷雷 妳用在那邊刮吧 再下一次 好啦 我們先把這個花蟹拿起來 這個海底拳王到底有多強啊 花蟹在海底的攻擊力 本來就已經不容小觸了 但是它的硬殼 竟然也脫離不了重拳攻擊 硬深深的被打破一個大洞 Oh my goodness 這個海底拳王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等會抓到它時 我們會不會有生命危險呢 現在 我只能保佑 它對大火的傷害 可以降到最低 剛剛已經下網了 大哥 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撈了 可以撈了 沒有東西啦 這個 大哥 這個就是海底拳王嗎 海底拳王是爛尿蝦 屁咧 花蟹 花蟹 花蟹攻擊力這麼強的 怎麼可能打輸它 大哥 你抓一隻下來給我看好了 好刺 好刺 抓這裡 抓這裡 它活動力超強 它活動力超級強 這個賴尿蝦跟我平常 看到的賴尿蝦長得不太一樣喔 有沒有 它長得跟螳螂一樣 它這個 它這個前面這個爪子啊 就跟螳螂一樣有沒有 像螳螂一樣的鉤子 所以說所謂的拳王 就是用這個東西攻擊嗎 現在那邊一路關掉 螳螂也關掉了 現在那邊 那邊還在那邊 那邊 那邊 你說它會這樣打 這樣子 這樣 這樣打 它真的是拳擊手 它會用這兩個 出現了 出現了有沒有 出勾了 出勾了 它剛剛用上勾拳 因為我在上面弄它 所以它只想要這樣勾我 來 來 來 賴尿蝦出拳的速度 快 狠 準 連續揮拳的瞬間 真的就像是拳擊手一樣 快速擊破硬殼 生取活肉 小隻草蝦 文革 大隻海膽 螃蟹 只要是它想要的 都難逃它的重拳攻擊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海底拳王啊 真的 這個賴尿蝦 跟我之前看到的賴尿蝦不太一樣 你看它的尾巴 它的這個刺子 有沒有 超級多 然後這個尾巴啊 賴尿蝦啊 攻擊力強 就強在它的尾巴 它尾巴啪啪啪是很厲害的 它這個屁股啊 基本上它只要一啪 就會流血 我之前就被打過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上面 這個 像拳擊手一樣 這個手 所以說它全身上 上下都是武器耶 哇 它 真的有辦法 把這個花蟹 打成這樣嗎 來 好耶 這個 真的可以 不會吧 大哥說 爛尿蝦全身都是刺 常把漁網勾破 雙手也常被它們弄傷 但也因為它們的野性十足 活動力強 鮮味濃 是饕客本的最愛 是來到夏龍灣 必吃的桌上加油喔 真的沒有想到 海底拳王這個辣尿蝦 真的這麼厲害耶 可是 你再怎麼厲害 還不是會變成我的 我沒有想到它可以做出 這麼多料理 基本上我在香港啊 有吃過辣尿蝦 然後他們就是做成這樣 有沒有 好 椒鹽的 它還有做成 醬燒 跟 清蒸 我在吃醬燒之前 我覺得我應該先吃一下清蒸 因為清蒸你才可以吃到這個蝦子的原味 它這個清蒸它因為它有放蔥啊蒜啊 然後一起拿去蒸 所以它整個肉汁啊 肉全部都已經吸飽滿了 那些所有的辛香料 然後我咬下去的時候啊 這個肉不只Q彈啊 它在我嘴巴裡面打拳擊 它打得我扁牙都快掉下來 啪啪啪啪啪啪耶 咬的時候是啪啪啪啪這種感覺耶 因為它一節一節的那個 咬下去這樣 所有的纖維在我嘴巴裡面 啪啪啪彈開耶 太酷了 接下來就要吃這個醬燒了 醬燒是好吃耶 它那個醬燒的醬啊 有那種和風醬的感覺 甜甜的 然後剛好配上這個蝦子的甜 它完全不會蓋掉這個蝦子的甜味 反而是兩種甜一起沖上來 好香喔 而且它經過烤啊 那種烤過的感覺啊 整個那個蝦肉更彈耶 好爽喔 太酷了 太酷了 你真不愧是海中的霸主 海底拳王 現在你也成為餐廳的霸主了 值得推薦 讚喔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這次尋找海底拳王 看見越南人的熱情 見證了世界級的奇景 不同的國家 因文化差異而有趣 電視機前的你 是不是也蠢蠢欲動了呢 不妨勇敢踏出腳步 追逐心中的夢想吧 我是外景小王子楊子儀 下一次再跟著我一起游越南吧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弄好禮活動喔